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朽飞醒来已在自己的房中 全然不记得昨夜发生何事 见桌上放置陈飞赠宇的玉碎 应在配套上左右找不到佩戴之处 索性随手放置在桌上 敲门声响 原来是吴楚楚因女子缘故 这才前来求助同为女子的周飞 周飞扶着腹痛男人的吴楚楚欲前往医馆 郑庆庆没有遇见残人的借远 却又更好被碰巧出门的陈飞撞见了 周飞那是性子好言相选 才用照顾吴家小弟的理由让陈飞不知跟随 霍连涛背后之人竟是当朝三皇子 陈子琛 不但沈天树对此消息息加折磨 便有下属来报 仇天静已经暗中动手 等沈天树等人赶到客栈之外 仇天静已经早将客栈烧成残壁断环 周飞和吴楚楚因去医馆得以保全自身 二人看着那一句句被抬出来的尸体 48寨子弟命丧于此 周飞才终于明白了母亲守护的究竟是什么 也理解了父亲执意下山的决心 周飞强忍住心中的悲痛 躲在暗处思考脱困之法 是要寻到吴楚楚右地 带着他们安全回到48寨 只是他们亲眼所见 周县令非战与地霞之人狼狈为奸 更是对其言听计从 地霞行动顺利也因客栈经营之人早已经成了48寨的叛徒 仇天静派人清点人数之后却发现少了一个女人和孩子 德子果然有落望之余 地霞在县令的协助之下立刻封城 家派人手在城中封锁 想要脱困何其困难 周飞为打探消息 无奈将无法自保的吴楚楚置身于小巷竹篓当中 他则孤身杀死了落单的地刹子弟 夺起衣服 伪装祸入到审天树的身边 偶然得知审天树和仇天静似乎目的并不相同 谢允一早便出门为周飞购置两刀 回城的途中被白先生拦住了去路 随之来到了一处农家 三皇子陈子参一身的百姓装摆 眼见谢允到来 竟面露欢喜 称呼一声义凶 在听白先生尊称其小公子 其中身份关系着实是扑手迷离 谢允担忧周飞安危心切 又无法拒绝陈子参的好意 毕竟他此时不过是个深重剧毒 没有内力的废物 去了怕也是无用的 只得那些的等待前去打探消息的白先生归来 二人言语交谈 陈子参似乎是有意让谢允回去 总好过风餐露宿吧 然而谢允却并不想要参伙朝堂之事 直到了白先生归来 这才打破僵局 白先生带回了一些被地叉遗漏的物件 其中便有陈飞赠予周飞的玉碎 白天之时 48寨中人本可强行突围 但未护 无家妇孺不得不退回客栈 这才被仇天静派人以上百条的毒水干 封死出路 活活烧死于客栈 周飞再次从死人身上扒下了一件地叉的衣服 回到了小巷中 坚硬无处处 途中所有波折 好在是有惊无险 成功地潜入没有地叉把守的 县力府的后院 此处虽终究不是九流之地 但是好过外面的风声鹤唳 无处处担忧亲敌安危 也不得不近待时机 第二天一早地叉之人在城中到处宣扬 栽赃已死的48寨众人乃匪扣 误导城中的流民以为 破坏他们家破人亡的罪可祸首 就是48寨的人 可见仇天静依靠搜捕无果 便借此法引蛇出洞 一场大火将一切烧毁 仇天静能如此确定少了何人 只因他并非寻人 而是寻找某个物件 因物件搜寻不到 便也唯有将生还之人带走的可能 周匪看着无处处 勃奸所待 猜测这便是地刹垂炎之物 也正是沈天树追查已久的水天一色 正在二人疑惑不定之时 一位行为似风傻的红衣夫人 忽然唱起了枯妆来 唱着唱着又光脚跳舞 如此模样 道见几分风情 原本应是美人一个 却不知为何会出现在于此 成为了行为疯癫的妇人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